原意小活家Emma Candy分享芷树种植养护的方法 以及巧妙的运用芷树来养生 我种植的芷树呢是去年的种子掉下来长出来的 这样子一颗芷树呢它就可以长得非常非常的繁茂 它繁茂了以后呢我都会剪这个新鲜的叶片啊大片的叶片 其他的芝芽就会不断的越长越多就越来越繁茂 这样子的芷树呢如果太繁茂了你也可以把它修剪下来 然后擦枝就活了越来越老然后天气越来越热 它就开始会有很多花包你就可以把它摘除 它就会越来越增生然后你就吃得长长久久 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可以要时良用全身是保的芷树 我是如何把它的香气以及把它的全身的好都保存下来 好我们现在水开了就把这个紫苏的叶片先下去煮 就让紫苏的叶片先下去煮 我这里大概有80克的紫苏叶片 我没有把梗子放上去因为比较多都是叶片 所以我就全部用叶片 那梗子梗子呢就保留 这种人留下来留种然后飘散满地都是 好我来擦拨一下这个就是去年留种的时候 然后种子掉落下来 所以经过春风春雨啊你就看得到啊 盆栽啊这个楼顶的这个隔热砖上面的缝隙啊 大大小小的这个紫苏苗儿 你就知道这个紫苏多好重 然后它的生命力多么的旺盛啊 昨天做了一点的大修剪 然后把这个紫苏月片拿来煮啊 我们就把它煮成糖浆就可以放长长久久 想怎么吃都可以啊 嗯其实我去年煮的啊 还剩一点点 跟大家分享 我们让它滚这是我去年煮的啊 你看还剩下一点点 它放在冰箱可以放很久一整年都没有问题的啊 那我们就让它煮熬煮一下吧 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紫苏呢 其实它含有很多元的营养 其实呢紫苏含铁的量哦 可以讲是蔬菜之冠啊 再加上它有胡萝卜素啊 维生素C啊 还有大人小孩都需要的这种氨基酸啊 所以它可以增强免疫力啊 还有很多的什么钙啊 磷甲啊 还有紫苏醇 紫苏醇 薄荷醇啊 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营养 所以它就可以疏解感冒头痛啊 还有呼吸道的这个疾病是有帮助的啊 所以呢在现在抗疫期间啊 这个紫苏薄荷茶就是一个非常方而简单的好茶哦 那像如果你平常有被蚊虫咬的时候 用这个新鲜的紫苏叶揉一揉就可以止痒了哦 其实这几年很盛行香草的种植哦 其实这样子紫苏在在我们的传统市场是可以买得到 然后其实它干燥的就必须到中药房去买 很特别吧 这就是中国人很不一样的 我就让它好好的凹煮出味道哦 你看它变成红色一凹煮呢 就整个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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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 全部都都都都跑到这个这个水里头去 我们让它熬煮一下哦 等一下就是了 来加糖熬煮成浓缩成糖浆哦 它可以晒干啊 像我自己也有晒干哦 像我去年也晒干了一些哦 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去年呢 把它卷成一卷一卷把它晒干 你看一整年了它放在罐子哦 放在这样子罐子里还是可以保存的很好哦 所以你要做料理的时候呢 或是泡茶呢都很OK哦 都可以用这样子酥来做哦 好我们应该煮的差不多了哦 其实紫苏呢就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啊 它不仅可以入菜啊 在中中医来讲这个紫苏叶啊 紫苏梗啊 紫苏的这个果实啊 都可以当作药材来治病哦 紫苏真的是很好用哦 在这个名医华陀的时代呢 就是会把这个紫苏叶来缓解 吃完鱼以后的这种 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啊 然后才发现这个神奇的植物啊 这个神奇的植物紫苏啊 这个在华人地区呢 这样子的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啊 就是它的紫苏的叶片啊 可以散寒啊 然后对胃很好 对治疗感冒的风寒啊 恶心胸闷啊 这些都会有效 然后紫苏的梗呢 就有这种理器啊 止痛胺胎的功能 然后紫苏的种子呢 就有这个消痰啊 平喘论肺的功能哦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料理里头啊 常常会做的啊 4月的时候啊 一定会做的紫苏梅啊 平常你可以用紫苏来泡茶啊 可以做紫苏饭团啊 这些都是我平常会做的啊 然后比如说吃剩一片的时候 会把这样子的紫苏叶啊 垫在底下来做杀菌气腥的功能 那跟肉一起吃呢 就可以解油腻啊 还增添它的香气啊 好啦 我们应该煮的差不多了 我要把这个叶片给捞起来 因为这个叶片 它过滤 现在应该还是有个600cc 然后我们过滤好了 就把它再倒回来 再给它倒回锅子 这碗已经变成紫色了 那我现在秤了一下 我大概要用100克的左右的糖 平常我的方式呢 我是会呃 只有简单的兑水 然后加薄荷啊 自己有种薄荷 如果你没有种薄荷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买那种干燥的薄荷也可以啊 就变成紫苏薄荷茶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防疫茶啊 然后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变化 当这样子的糖 糖浆 紫苏糖浆 加一点气泡水啊 就很好喝咯 哇 然后可以加一些水果粒 哇 超级棒的 像鸡尾酒般一样美丽的茶饮 我让它滚起来 就可以熄火放凉 然后倒在罐子里面 炒成 炒炒蛋 美味极了 好了完成了我们的紫苏糖浆咯 好 这个放凉了以后我们准备把它装灌了 这就是我们的紫苏糖浆咯 谢谢大家 再见